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心网记者李秋莹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的淮海中路 这里啊是我们上海市有名的排队一条街 那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步向好呢 我们可以看到街面上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明天开始呢上海也将基本恢复全部的公共交通 还有我们的私家车呢也可以正常上路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上海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一定要大家看一下 他们正在排的时候我们上海特别特别有名家酒店 叫光明村大酒家 然后他们在全网比较火的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上海市台风田 但是有不少市民顶着台风来排他家的鲜肉月饼 然后今天的话他的队分成了两行 一边是那个卖卤的 他们家的化媒排骨啊小薰米一样特别好吃 然后另一边的话 一就是排我们的鲜肉月饼的 这个也是平常我们排队排的比较多的一家老大昌 他们家也是鲜肉月饼比较好吃 现在这个排队比较多的是长春食品商店 这家特别有名是卖那个咸菜 酱菜应该叫 那我们也是沿着这个黄海中路走轨道的旁边那条小马路上 然后可以看到小马路两边的店呢基本是没有开放的 我们只看到了那边一家罗森后面一家全家在开放 而且是线上运营 但是呢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了人气越旺了 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随着上海疫情防护形势的逐步向好呢 路边的小店会越来越多的开起来 让我们上海的烟火器也会逐渐的回来 倒잉 等会 Lindsey 哈 门 鱼 门 承本 Alpha 门 后 拿 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